哈喽大家好,最近收到了一些书,所以今天来给大家做一个新书开箱 最近我新书开箱视频做的还蛮勤快的 那我们就来看一看最近我有收到了一些什么新书吧 首先第一本是今年的一本新书叫做《唐吉赫德的眼镜》 小说细读十二讲,作者是张秋子老师 张秋子老师是云南师范大学文学院的教师 那其实之前我读小说大部分时间都是完全就凭着自己的感觉在读嘛 那也读了有个大几十本了 所以最近就很想要稍微的从学术方面一点点 然后更多的去学习一下 比如说小说的结构啊,小说的写作方法之类的 所以最近就也买了几本文学解析类的书 那这一本呢是一部小说解读手册 它会手把手带领读者阅读众多的小说经典文本 主要从主题和技术两个方向 看了一下目录呢,其实我稍微有一点点的担心 看到他解析的这些作品 我其实只读过这个《巨吃老人》 然后这本《海风中失落的血色馈赠》 买了还没有读,其他的都没有读过 所以稍微有一点点担心 能不能get到老师想要传达的内容 这本书目前豆瓣评分是9分 而且他自己也说了是新手友好的 所以读过的朋友呢可以留言或者弹幕告诉我 你们觉得这本书好不好读 是不是真的新手友好 第二本感觉是今年必读的一本书 是科尔姆托宾的魔术师 大家应该也在各种平台上看到很多关于他的品评 那这个是主要写的是托马斯曼的传记 但是他的角度是从家庭这个角度来写的 背景的话跨越了半个世纪 经历了一战二战跟冷战 托宾精心打造了一个复杂但非有同情心的作家形象 这本书目前豆瓣也是9.0 非常期待 下个月8月份这个我会跟群里的小伙伴共读一下 接下来是四本科幻作品 首先是特德江的两本 呼吸和你一生的故事 特德江是美国当代非常优秀的华裔科幻作家 他的作品并不是特别多 而且都是以中短片为主 但是他却获得了非常多的科幻大奖 比如星云奖 余果奖等等 那这两本基本上囊括了他所有的作品 特德江的写作特点呢 是将科幻跟哲丝融合起来 最近我还蛮喜欢这一种感觉的科幻的 安迪威尔的《挽救计划》都扮有9.1分 这个作者也是蛮厉害的 他从15岁起就被美国国家实验室聘为软件工程师 是执着的太空宅男 沉迷于相对论物理学 轨道力学和载人飞船 那他的处女作大家一定听说过 就是《火星救援》 因为也拍了电影了嘛 之后就一泡而红 然后这本《挽救计划》是他的第三部长篇小说 《献给阿尔基农的花束》 这本也是非常火的一本了 这本据说后面特别的好哭 这边是几本大不同 首先第一本是《布鲁克林有棵树》 豆瓣9.1分 这是美国作家贝蒂史密斯创作的一部 半自传体长篇小说 他首次出版于1943年 但是却经久不衰 他主要讲的是一个小女孩 坎克的成长经历的书 展现了平凡人的尊严和信念 以及坦然面对生活的苦难的勇气 这是那种读完之后 能够体会到生命力的坚韧那种书 赵宇仁 听这个名字是不是猜不出他讲的是什么 他讲述了一个处处忙碌的年轻律师 扳倒了一家大公司的故事 那为什么叫造语人呢 因为掌握了法律的技术 一个法律人就变身为一个有可能轰风唤雨的巫师 正义对抗邪恶的故事 还是这种主题我挺喜欢的 而且据说这本读完之后 西宁会受到非常大的震撼 这本很期待 下一本是玫瑰的名字 这是意大利作家埃科的一本代表作 被誉为密码型推理小说的始祖 在这本书开头呢 就讲的是在一座中世纪的修道院里发生了一起命案 主角威廉就开始着手调查 读埃科的书 看故事内容本身是一种享受 另一种享受呢 是试图去解析埃科在书中埋下的各种知识点 因为他本身是一个知识面非常非常广的人 但是如果你能看出来一两处的话 你就会觉得 诶 我懂你那种感觉 所以他的书吧并不是特别容易读 而我自己呢 又对中世纪的历史啊 宗教这些相关的背景也不是很了解 但是我就是很好奇这本书 所以打算尝试看看 铁皮股 这本呢是打算在十月份跟群里的小伙伴共读的一本书 作者是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 这是一本以二战为背景的小说 具体的内容我就没有做太多的了解了 等着一起共读 老巴塔哥尼亚快车 这是美国作家保罗索鲁的一部旅行文学作品 它从美国的马赛诸塞州 一直到阿根廷的巴塔哥尼亚 其中呢换成了22种不同风情的火车 那作者是没有描写各地的景点 不是那一类的游记 而是写了他在火车上的各种经历 火车到达终点的时候呢 这本书也就结束了 人类的故事 这是美国作家科普剧情 防龙的代表作 是一部人类历史通识读 你看这里啊 中文分级阅读 八年级就可以读了 这本书是一部极具现场感的人类成长史 也将镜头贴近局部和具体的英雄和普通人 是一部能同时给人带来 见识趣味和情怀的经典之作 那这本书呢 最早出版于1921年 然后作者也因为这本书一举成名 但是我也很好奇 一百年后的我们来读 这本书是一个什么样的体会 最后是几本小书 这本颜值非常高的圣诞一旧集 这个是杜鲁门卡波特的作品 它是二十世界中叶的一位美国作家 那它的代表作你一定听过 是有蒂凡尼的早餐 还有今年再版的冷雪 都是他写的 这本书回望了一些他童年的温柔记忆 然后我是打算留在 今年12月圣诞节的时候来读的 《毕经济》非常轻巧的一本小书 是日本的诗人作家伊藤比里美的作品 那它的内容都已经写在标题里了 我就是想提前了解一下 绝境期的女性身体以及心理的影响和变化 《米格尔街》这是英国作家奈巴尔的作品 他在2001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他也得过毛母文学奖 这本书由17篇短篇小说精心编织而成 每篇小说相对独立 但是又互相关联 描绘了生活在米格尔街上的 一群有脾气有盼头的小人物 最后一本是《黑赛童话》 那黑赛大家都太熟悉了 他写了那么多对于人生 对自我的剖析的作品 那我比较好奇 他写的《童话》会是怎么样的 这本书我得吐槽一下 同为《果卖出品》 它居然开本跟其他的黑赛不一样 这就让我简直太难受了 我又不想把它们给分开 但是这样放在那里一点都不整齐 今天的开箱就结束啦 接下来是我最开心的时刻 就是把它们摆在我的书架上 让每一本书都找到它们的位置 好了 那我们下一次视频再见吧 拜拜 人类的故事和圣经的故事 这两本必须要在一起 然后上面我准备整一下 全部都放大铺头 拜拜 拜拜 感谢观看